各位同学,现在我们来看高二exercise4 第一题 首先呢,这题题目描述的是一个爆炸的画面 那大家要知道爆炸的时候呢 原本有一个物体炸裂成两块 那这个M1跟M2 会分别有一个V1跟V2 方向相反的V1、V2这两个末数 而V1跟V2,他们一个之所以会向左另一个向右的原因是因为 在发生爆炸的时候,你可以说M2给了M1一个向左的作用力 而M1又给回M2一个向右的反作用力 这两个力呢,导致他们有了这个V1和V2的末数 所以他们的V1和V2的速度完全是因为相互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 因此它符合动量守恒定律的这个描述 所以呢,我们在解这题的时候呢 在initial momentum的部分就带0 因为他们都没有一开始的初速莫数 然后V2的部分呢,要带负号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方向相反 那就可以算到V1跟V2的一个比值了 找到V1和V2的比值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们之间的动能来比一比 它们一开始没有动能嘛 两个炸了之后呢,两个都有速度了 所以动能之比 就会等于1分之1m1v1平方 除以1分之1m2v2平方 那你刚刚得到的V值比 配合已知条件的mass值比 就可以得到一个动能之比了 而这个动能之比呢 你在移向一下 然后带入题目给的 initial ke of larger mass 是100 joule 就可以算到那个smaller mass 是1000 joule了